事件建立後,當使用者在上面畫一些東西之後 就像我們剛剛這個地方,在上面畫一個圓 畫圓之後,它就開始去辨識 辨識從哪邊辨識呢? 去Library裡面有四個去比較一下 如果有的話,比較出來它的大小跟它的分數 如果都接近的話,那它就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會告訴我們,它跟這個Name cycle是接近的 而且辨識出來的結果,那分數的話還有一個分數 比如打勾的話也是一樣,這個跟check很像 那scope給它一個分數 所以如果分數一般是大於1分以上,它才會出現 如果你這個打勾,分數太低的話,這是不是打勾? 它就辨識什麼? 不是,它辨識比較接近什麼? 是向右的線段 應該是這個溝太小了 但是它有個演算法 這個演算法怎麼演出來 當然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我們會去用它來做辨識 接下來的話,我們程式部分怎麼撰寫? 首先的話,這邊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比較特別一點就是說 這邊會傳來兩個,一個overlay跟一個gapture 一個我們畫的手勢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會多一個 因為我們這個predish,就是說呢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library 我們變這個應該叫做這個 這個手勢資料庫裡面呢 它是至少會有四個,我們要在裡面做比較 所以這裡的話呢,我會用一個叫arraylist arraylist的話呢,它是隸屬於java java裡面的util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的話呢 就是可以在裡面放什麼呢? 放這個array的陣列物件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在這邊宣告一個predition 那這裡的話,特別注意 我為什麼要放這個predition 實際上呢,我們可以根據 在那個gapture的library裡面呢 它有一個reguline reguline裡面呢,大部分都 各位可以看到 它裡面要的就是arraylist 裡面放的是一個list 裡面放的是一個list的